从刚才的母亲和女儿关于滑板的这个故事当中呢 细心的观众呢 你就会看出来 里面又带出来的一个逻辑后果 逻辑后果是什么呢 用规矩来说话 虽然整个的故事呢 是自然的一个后果的管教 是女儿因着没有经验 而造成的这种自身的滑板的一个损失 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但是呢在后半截的时候 妈妈就巧妙的运用了这个逻辑后果 为她设计了规矩 规矩是什么呢 如果你没有父亲这个款项 你是不能够拿到滑板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带出来的是一个逻辑的后果管教方式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家长事先要定出规矩 定出责任和后果 如果孩子没有尽他的责任 违反了这样的规定之后呢 他要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的 这个时候呢 父母要实行管教了 也就是说 这个等式就是 如果你这样 我就这样 那我记着孩子小的时候呢 他初中的时候 他去住校 住校的时候呢 我就给他一个规定 规定是什么呢 宝贝你要去读圣经 每一天要去和神亲近 然后呢 来克服什么问题呢 来让上帝帮助他改掉 他愿意抱怨的一个毛病 那他这个小抱怨的毛病呢 让我非常的头疼 他很容易陷入到消极 不振奋 然后被打垮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那作为母亲来讲呢 这是对孩子的成长非常不利的 所以有一次呢 我已经给他列好了规咎 说宝贝你一定要积极的去思考 积极的去看待问题 然后当你觉得不能够的时候呢 快快的寻求帮助 但是呢 他孩子嘛 毕竟是 他就没有听妈妈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所以呢 这个时候管教的一个诀窍是什么呢 一定要把他非常在乎的事情 来禁止 或者不让他做 比如说有的孩子呢 你让他关到 把他可能暂时五分钟 关到小黑屋 或者是面壁 那有的孩子特别怕孤独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他就非常紧张 非常害怕 那这种紧张和害怕 让他学会了一个责任和后果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 但是当有的孩子 我喜欢自己在一起 你把我关到黑屋里面 我自己读出我非常高兴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管教方法就是无效的 那当时呢 我记得我用了一个 比较在人看来 比较有一点点狠的方法是 孩子非常爱吃东西 那我呢 就让他有一顿不吃 有一顿不吃 为了什么呢 让他好好的去思想 他做错在哪儿 去向神来祷告 去向神来认罪和悔改 但同时呢 我又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 领受从上帝那儿 是什么呢 因为孩子的问题都是父母的问题 当他那一次我管教他的时候呢 我没有自己去 让他自己去承担这样的后果 相反 我和他共同的那一顿饭没有吃 那个时候让他感受到 妈妈不是把我扔在一边 他虽然管教我 他为了我好 但是呢 他也加入到管教 被管教的一个行列 所以那次我和儿子一起 没有吃饭 但是我带着他一起读经 带着他一起祷告 和当祷告的时候 他从神那儿感受得到 上帝在给他讲话 告诉他 当做什么不当做什么 所以那次的一个经历呢 对孩子 对父母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经历 一方面呢 我们借着一个 让人看来不太舒服的环境 又加深了关系 同时呢 孩子又学会了 这样的一个逻辑管教的一种方式 就是他要承担他的责任和后果 所以呢 综上所述呢 这个管教呢 有两种方式 一种呢 是让孩子承担自然后果 父母躲在一边 不去参与 另一个方面呢 是要为孩子 适量的设定计划和目标 和他的责任 和达不到责任时候的后果 如果没有的时候 要有相应的管教 加进来 家长朋友们要注意的是 当我们在执行这种逻辑后果的管教方式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这么几点 管教呢 一定要在情绪平静的时候进行 否则呢 就是把你自己的怨气撒在孩子身上 这样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孩子会有非常大的伤害 所以呢 在管教之前呢 父母要先平息自己的情绪 第二个呢 管教呢 一定是约法在先 不能是没有约法的时候 孩子做错了 你就立刻批评 指责 甚至有体罚的那种表现 这也是对孩子会造成非常大的伤害的 第三呢 记得 所有的管教都是建立在关系之上的 也就是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不断的要鼓励孩子肯定孩子和接纳他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的管教呢 能够让孩子感受得到这是出于你的爱的 同时呢 最后一点呢是管教之后呢 继续要把慈爱带给孩子 也就是管教之后呢 要和孩子再去沟通 要再去沟通到之前孩子哪里做错了 父母为什么这样去做 和以及这样这样做 带来的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那接着我刚才的那个例子 当我和孩子那一次 共同参与他管教完了之后呢 那我就回到 这个和他去沟通的那个状态 我去和他躺在床上 我们的关系 管教完了 也开始恢复了 的时候呢 我就给他讲 我说 这个抱怨啊 是上帝最不喜欢的 以色列民当年在走旷野的时候呢 就因着抱怨 他本来四十天的路程 结果走了四十年 不但走了四十年 而且那一代人都死在旷野当中了 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抱怨带来的 这样的一个负面的效果 非常非常差 妈妈呢 希望你成为一个蒙福的孩子 不要多 不要抱怨 而是积极的靠着神的力量 去来克服和得胜 现在的情况 那 N多年之后呢 孩子的这个抱怨减少了非常非常的多 他知道 抱怨不管用 抱怨不能起任何的作用 而且呢 会损害他和父母的关系 损害他和天父之间的关系 所以他就学会积极的去处理生活当中 一些困难的一些情况 所以 综上所述呢 我们介绍了这两种管教的方式 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有智慧的去选择 如何去用哪一种方式和方法来管教孩子 或者把这两种方式 就像妈妈和女儿滑板的故事一样的 能够有机的智慧的拧合在一起 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更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